许哲家于保龄球世界赛夺三面银孩 记者张宣哲社 记者张宣哲台中报道 台湾之光 静怡大学日文系二年级许哲家首度 参加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2017年世界保龄球锦标赛 勇夺三人银孩 团体银孩 盟主银孩 成绩亮眼 不仅创下静怡在保龄球项目最好成绩 并写下中华队最年轻得奖记录 静怡大学副校长温家宪表示 许哲家19岁就能闯进金牌站 实属不易 静怡大学会继续提供完善的运动项目训练 及学业与生涯等相关辅导 协助体育保送身无后顾之忧 许哲家终于保龄球世界赛夺三面银孩 记者张宣哲社 许哲家表示 这是他生涯首度的市井赛 因市井赛是保龄球界最高等级的比赛 有许多职业选手参赛 赛前想要把握机会 拿出好表现 没想到进到金牌站 真的很开心 许哲家说 因妈妈在球馆工作 郭校开始接触保龄球 启发其兴趣 国一接受正规训练 国二首度入选国手 高一时许哲家因表现优异而感到自满 加上叛逆的态度 成绩下滑 还好有学长与教练的协助 成绩才慢慢回升 许哲家以过来人的经验分享 运动选手需随时保持谦虚 面对逆境时要保有勇往前进的态度 静怡大学体育市主任张维越表示 静怡大学目前招收篮球排球 保灵球桌球及竞技拉拉舞等项目的体育保送生 校方不仅拥有完善的体育专业相关设备 也提供丰富奖助学金 并安排学习辅导措施 让体育保送生安静练习 在各项竞赛中为校争光 保灵球国手 季晋一大学兼任教练 王雅婷表示 许哲家拥有天分 憧憬斗志高昂 加上肯苦练的优点 希望在2018亚加达亚运能获得更好成绩 保灵球好手 许哲家与保灵球市竞赛创家机许哲家提供